大家好,今天是8月30日星期三,是期止決算日 下午市應該比較平淡,一字平堅皇給你 接著看看北水流向,北水好像累積多了 這個已經說過了,不需要再說話 北水越來越多,看到有入沒有出 雖然量是小,不要擔心,積少就成多 同樣像這裏,去年10月,北水越來越多 北水越來越多,就累積多了 北市越來越下跌,就像這裏這樣,北市越來越下跌 北水越來越升,直到最近8厘,就上去了 很多人就說,你有沒有這個重點 沒有了,死了,死了,死了,沒有了,死了 好像同樣在這裏 都說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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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一轉身就沒了,淡油就死了 對於目前的使徒 在這裏阿爺是沒有出招的 唯一的出招就是 會將疫情開始解封 解封,自己上去 這裏就不是了 這裏就有很多的東西 就是 歐美國家聯手打到中國 一波一波一波 這裏又開始打,打到下來 現在就慢慢頂上去 也有很多人覺得阿爺就沒有大水去救市 應該出十幾萬億,一百億來救市 這樣 這樣 這樣就不行了 這樣 但是,你如果看我的文章 我這幾天都說 阿爺怎麼救市 是慢慢逐個精準對決 就像今天這樣 一般來說 他不讓一些 蝕本的房地產 即是蝕本的股票 去發新股 今天公佈了什麼呢? 碧桂園可以發新股 給建韜集團 還債 看到集團 又接受這件事 那麼債務遺跡就可以拆解了 有人知道債務遺跡的拆解 是不給錢你都可以的 是給你一些所謂有價值物資 那怎樣認為有價值物資 大家去想想去計計 那麼債務遺跡的方面 就覺得 我現在收了之後 以後 我可能會 拿不到 拿不到 十足 都拿到八成 另一方面 我們也要計算一件事 就是怎樣呢? 就是 如果不是的話 他要去破產 這個削債 可能是十元 只剩下兩元 特朗普就用這些 對吧? 所以 在這方面 大家要將將就就 你沒法 誰叫你現在上錯了一隻船? 誰叫你當時有這麼不好的情況發生? 就是回國人打你 當然 打你的時鐘 很多人都說 啊 你因為搞了三條紅線 那些地產股是什麽 我又質問 香港有沒有三條紅線? 美國沒有三條紅線了吧? 美國的地產股死不死? 死啊 為什麽? 是很簡單 你炒過籠 那 香港的地產股又炒過籠 國內的地產股又炒過籠 日本的地產股死不死?死啊 加拿大地產股死不死?死啊 為什麽? 你炒過籠 英國的地產股死不死?死啊 你炒過籠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中 如果前幾年不是說 押著三條紅線的話 那些人還在拼命狼胎 借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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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會令氣球越吹越大 爆上去就死了 所有很多經濟發展都是 房地產泡沫越大 就死得越快 香港以前試過 那些人不是燒炭嗎? 是吧? 好了 再其次的時鐘 你在哪裏試過? 日本試過 三代人去供層樓 是叫合理的 美國人都說的 你三代人去供層樓 證明你很有能力 你的地產很直接 阿哥 三代人去供層樓 供完之後 層樓都變成了什麼 危樓 每人是60年 三代人就是180年 18年 18年的話 180年應該層樓危樓 如果不能危樓 做古董 作為了一級 二級 三級 歷史遺物 那你也是要走的 是吧? 所以在這裏面來說 我們看著 慢慢的東西是發揮 即是耐心一點 你相信阿爺會救市 你就賣咯 你的信不是信阿爺 現在離開 不要看這個節目 因為你認為這樣的話 股市是沒有前途的 看來中了 好了 那我再跟著去看看 就會看看這個什麼 看看 所有的板塊 將會怎樣呢? 所有的板塊就是 今天就縮小了 板塊 升的板塊縮小了 那產生的是什麼情況呢? 就會是 第一 我先看看銀行 銀行還不錯 在這裏 地產呢? 地產還有跌升 最拉尾升的 那這兩隻 都是大牛龜 基本上好跌 汽車今天就會差一點 好了 我們再跟著看看 個別的 還沒得住 看看 個別的 股票方面的時鐘 你看到 騰訊是差一點點 騰訊的走勢是比較差 所以要留意 阿里巴巴相對好一點 這是以後的提法 比亞迪 這個 比亞迪 電子 很多 港交所又升 很簡單 小米集團又升 中國平安又升 中心國際又升 這些就是有實驗的能耐 可以多些留意 好 我們再跟著看看 就是那個 顧客 在這裏 就說 也是再一次 是 給一些 例如身體的朋友 你看看 我們怎樣看這個問題 這個時候 第一 以前是說 它這裏是一個 雙型走勢走 雙型走勢走 這樣上 這樣下 這樣上 然後 接著 就去 穿這裏 這裏很重要 守不守 保力通道中軸的上面 能夠收到三天的話 就應該摸上面 摸上面 就大約去這個位 目前現在 是198 所以 有望 如果摸到這三天上面的話 就有望 上去195 因為這裏要下來了 不會是198 是195 如果真的去到198 那就是穿了 穿上去 穿上去 就怎樣 穿上去 就不得了 就好像這樣 現在這裏這樣 現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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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上去 就怎樣 摸這裏 那便會去回 咦 22622 升破就很容易 如果這裏能力升破這裏的話 我們看到這個就是頭 頭 這個 跟著是 左肩 這個右肩 頭肩底 量度升破是多少 哦 那便 告訴你 三萬元 三萬點 那你會說 我發夢嗎 是啊 給不給 發夢 好嗎 不是每天都是苦村洞 的嘛 終須有日 農村風 不是經常都被困沙機彎的嘛 總之有日可以出中環 好嗎 好了 我們跟著看看 有什麼可以看 這裏當然是金鴻頂八斤的比亞迪電子 比亞迪電子 因為這個 答案